1400元的臉霜 這個Legging 如果你真的伸展得很厲害 我也覺得可能會 Hello 大家好 又是Gobi 今天來到每個月的開箱時間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就會跟大家開我那個月收到的 我自己的紙扣和PR寄過來的件 我身後面有五箱的 有兩件我的紙扣 三件也是PR件 分別有YPL YPL的Legging 在我之前的五件 值得和大家分享過 有一條他們的提團Legging 十分之不錯 這次就傳運動褲給我 等一下會和大家開箱看看 然後就有AMS 他們代理的品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之前我拍過一條影片 說他們的30秒泡泡面膜 沒看過的話再看 他們的30秒泡泡面膜 多了兩個新成員 我等一下會和大家開箱看看 最後就是Selvages Selvages他們傳了Lemare最新的 Mosturizing Fresh Cream給我 我上網看才知道 原來這個價錢是要1700多元的 這個面箱 說真的我這麼大個女兒 我很少用這麼貴的面箱 連我自己店裡賣的面箱 都是815元而已 我極少買這麼貴的面箱 今次有機會試一下 等一下會和大家一起開箱 可能切上手看看質地 如果大家對於這裡這麼多個牌子 有興趣的話 記得看下去吧 好 運動衣服就是這袋 裡面有三件 首先就是這個袋 這個是Slimming Legging 何謂Slimming Legging 原來它是有紅外線的科技 它是可以幫你加快血液循環 它說的Slimming就是這個 打開之後就是這樣 紙的wrap 我最初拿起這個Legging的時候 我覺得它好像蜜褲 它是薄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前腹 腰側其實是有他們的Graphics 後面屁股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我拿上手 是不是覺得也蠻小的呢 我這個尺寸很小 就是6號和8號的尺寸 我自己本身是8號的 我覺得很緊 我覺得以我的身形 我是穿中馬 比較舒適的 而我這個高度 其實是剛剛去到9分 就是腳硬的位置 有點想縮上來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跟我差不多高 我有5尺6吋的 感受中馬 應該長度會比較合適 腹腳的 右腳這個位置 它是有一隻小狗的 對 吹了上身 不會特別 感覺到很熱 但我不知道紅外線的效果 會有多出色 哪些要穿 先穿久一點 再跟大家分享 這件衣服 如果你穿得很厲害 我也覺得可能會有少少頭 所以大家最好穿上玉色的內衣 第二件是一件粉綠色的衣服 前面有一個很虛的尺寸 背著YPL Let's all in 然後 屁股的位置 這裡是有少少紋路上的分別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有一個V字 它本身是直條的紋 大家應該會看到 膝蓋的位置的紋路 也有少少分別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這裡淺色了 它的織髮有些斜紋 直紋 穿出來我覺得挺好看 但它的提團效果 就沒有我之前介紹的那一款 那麼明顯 之後也是最厚 最重磅的一件 就是一條運動褲 它們這些褲的質量 也挺厚 而且挺挺身 這件是中馬 腰的位置有一個 好像假兩件一樣 好像你有一條Boxer 穿進去的款式 其實它是有多條斜邊 前面是這樣的 後面是這樣的 繩子 也有修改他們自己的logo 其實這件穿上身 如果是跳舞的話 我覺得挺好看的 闊身鬆身一點的運動褲 腳尾做了一個Baro pants的效果 就是在腳的位置 收彎一點點進來 還有它旁邊 這裡 外面的位置 有一條黑色的車線 運動褲 以我的高度來說 中馬是剛剛好 你穿上波鞋 就正好 如果你不穿波鞋 就會有少少踩腳 腰部的我都有鬆的 它兩邊都有側袋 這個其實質地 比較適合秋冬的 因為這件衣服也蠻重的 你摸上也是用很硬 很挺身的物料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質量蠻好的 我也有一個Qpoint code給大家 大家有興趣買 就記得進入那個Qpoint code 就有些折頭的 大家有興趣就去看看 接下來全部都是Skin Care 我就會和大家轉個角度 在桌面看 看上手的質地 AMS Manokin的產品 說說有點尷尬 新出的兩款產品 多謝Claudia 其實一支的泡泡真的可以用很久 我們看看 好 Manokin這個盒裡面 哇 連之前的三款都一次過再幾多次給我 這個就是他們的30秒泡泡面膜 就是你做完洗面之後 可以直接上泡泡面膜 還有Lift Bright和Moist 我自己用得最多的是Moist 我們來看看新的這兩支 綠色的先吧 Nanokin這個品牌 連任服務都可以用 所以成份是十分安心的 這個綠色這款主打 積雪草 可以鎮靜 加強再生 紫色的這一支就是 Repair 修復再生 裡面用到的 EGF的表皮細胞再生因子 滋潤肌膚皮脹 這個主打應該是舒緩的 可能大家皮膚很紅的話可以用這個 如果皮膚修復那些 就可以用紫色的一支 跟大家來看多一次的質地 你只要洗完臉後 其實也很方便 你直接用一瓶 那麼多的份量 其實已經可以塗完整個臉 因為它這個泡泡是很快吸收的 而且它可以推到很遠的 而且滋潤效果也不錯 如果你要上妝的話 其實它這樣 泡泡狀的Essence 你塗完臉 這個滋潤度 其實剛剛好 上妝是一流的 你看到我 推完整個手 我還有很多剩 那我先塗完我另一邊手 對 它是很快吸收的 這個就是Mannokin他們的開箱 Selvageris 它的盒子也有些品牌 很明顯的黃色 這個就是他們的內盒 Lamere 我這次去檢查一下 Cream 它的價錢 嚇死你 原來香港是賣1,700元 Selvageris的官網 好像賣1,400元 不知道它們會相差3-400元 我感覺到Lamere 就是名女人才會用的 用的面霜 打開之後 它是天地盒 哇 1,400元的面霜 是不是橘子來的 這個瓶 不知道 但它是有份量的 也蠻重的 底下 這裡有一個 Cream 的 筋 不如跟大家來試一下 打開你看到 Cream也蠻滑的感覺 這個就是它的Cream 感覺上 有點蜂潤的感覺 塗開呢 開始的感覺 是覺得有點豐富的 但慢慢推開 其實又不算很厚 感覺上 剛才我的份量 其實都可以塗 塗完整個面 都可以 有一個很明顯的 香味 很女人味 香味 我藥在上網看過的成分 其實它頭十隻 其實第二隻已經是Diamethical 所以你用的時候是很滑的 也有兩款是海藻的成分 還有一些發酵的碎取物 摸起來不算很清爽 但是 就不至於很黏 感覺上也挺好的 對 這個可能如果要試一下 好用的話會分享 全部都是精華和一些面霜 好了 首先講到這一支 Shade Moisture 他們這個叫 Overnight Resurfing Serum 其實是AHA和BHA的 我現在也會多加一些AHA的產品 它是黑色的 它裡面加了一些沙漠的成分 試一下我的手 它也是滴管的 我滴一滴下去 這裡有一滴 質地很薄 沒有什麼香味 感覺是舒服的 有一點點敵感 因為AHA 例如Gycolic或Lactic Acid 它本身也會帶一點滋潤效果 這個會著手試一下 這是一個Ratnoid Serum 這個叫做Cosmedica 是超級2.5%的Ratnoid Serum 它的樣子呢 就是這樣 粉藍色 泵頭 我們來試一下 一泵 這個份量 好水 太喜歡這些水質的精華 感覺很容易推 質地很清爽 香味又不是我最喜歡的香味 這個會弱得試一下 這個是SAMPLE 就是YOUTH這個品牌 他們維他命C和E的 HALERONIC S 很細枝 這樣而已 我們來試這個 這個也是薄的質地 這瓶子 這麼細枝的 其實都可以保持 我覺得這瓶子 過了一會兒 很快乾 還要不黏的 感覺上這個 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用 最後一樣 就是這個 就是Ratnoid的面霜 SWONSON 他們本身是推薦的品牌 他們有推薦了皮膚 膠瓶 打開 看起來很豐富的感覺 先塗一點 感覺上 第一次塗的 是厚的 但是推開 它又好像吸收得很快 它真的不是水感的感覺 也沒有氣味 乾得很快 這個 我會用手試一下 感覺不錯 我其實很介意 那個 留下的感覺 很多時候 很多精華塗完 都會有一股黏的感覺 摸上 不會有水的 膠 的感覺 感覺上都OK 這個 我都會晚上用 好 就是這麼多 化妝品和碎粉 差不多有下天 很多時候 我現在的化妝習慣 簡單到 就是 有色防曬 然後少許遮瑕 然後上水粉 這樣就完了 我就買了少許東西 我們先看看這個品牌 的東西 買 OTTD 這個是 Amino BHA Glaze Pad 是 Toner Pad 我早上的習慣 通常都是用清水洗完臉 就用唇露噴完之後 就上BHA的Toner 這個是水洋酸的Toner Pad 你開了之後 給你一個蓋子 開了之後 你就要密封 因為它以後 接觸得空氣多 這裡有個夾子 拋開 然後它是密封的 好 這些就是沙網布 你用一個夾子 夾起一塊 然後這個就蓋住它 其實挺方便的 我覺得這樣更好 這個就是它的Toner Pad 也挺濕的 用最頂部的那塊也很濕 暗瘡或者有多粉刺的地方 就敷一下 因為這個有水洋酸成分 它沙網一邊是滑的 一邊是有一點紋露的 看看你終於用哪一邊 這些可以先敷一敷 然後再試一下 抹一下它 有一點水洋酸的氣味 不嚴重 我覺得也挺香的 感覺好像有一點點 薄荷還是油加利的味道 這個挺舒服的 這兩個其實就是 控油的碎粉 這個牌子就叫One Days You 還有這個是美容的牌子 我們先看看這個 也挺細硬的 裡面有一個Puff的 通常我都不用的 因為我用化妝掃照 看看粉質 很濕 嘩 在這個位置 OK啦 未至於我心目中的滑的感覺 它也會有少許粉感 因為我用過最滑的碎粉 就是來自By Terry的 那個透明質酸的粉 真的很滑 這個是 Herbs No Sebum Powder Mail On 裡面也有一個Puff 但什麼都沒有 這個可以很順利 看看這個質地 拿太多了 試一下 嗯 還不是最滑的 這些碎粉我會嘗試 我覺得好用的話 會跟大家分享 One Days You 我也買了一個防曬 這個叫 Real Collagen Sun Essence UV Protection STF50加 PA4加 看看 樣子是這樣的 試一下 有一點粉紅色 推開看看 推開也不會很威風 屬於偏滋潤款的防曬 它會有柔潤的感覺 最後是一件化妝品 就是Mail On Herbal Fresh Moist BB 它沒有SPF的 會不會是灰色的呢 這裡是封口的 我們打開它 看看它的顏色 這個肉色好像不錯 那個顏色 不知道會不會太紅呢 哇 這個BB Cream很薄啊 哇 可以推很軟 顏色也不會太灰 我覺得也可以的 剛才的份量可以塗上臉 現在看好像有個 比較硬的感覺 我用量也不能太多 這些會用完之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跟大家開啟了 今個3月份收到的所有件 還有我自己的自購 希望大家喜歡看 大部分我自己買的 全部都是經過我自己的 檢查成分 個人東西我才會入手 好不好用 未知著 遲些會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看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留言留個心心 又或者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 覺得有需要的朋友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 愉快安全的 執門隔期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